期待已久的怪奇物与第四季踏来 终极大Boss黑暗巫师即将登场 霍金斯小镇怪事频发 一场更大的危机即将到来 女孩被怪物拖进了噩梦幻境 现实中的她双脚离地 被怪物挂在了天花本上 这件事很快就上了新闻 驱魔小队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们一路开车前去调查 半路上被警察拦了下来 蓝希还在找借口蒙混过关 但很快就发生了诡异的事情 警察突然变得面目猙獰 弗雷德脸上也裂开了一道伤疤 怪物不停大喊着她是杀人犯 可只是一转眼 一切又全都恢复了正常 弗雷德惊魂未定 但她却没有说出刚才发生的事 他们找到附近的居民调查案情 但很快又发生了一件怪事 蓝希这边正在套男人的话 弗雷德突然听见树林里传来终声 她寻着终声一路走进了树林 一台古老的座中挡住了她的去 而她还没有意识到 凡是听见了终声的人 都会看见不可名状的怪物 弗雷德被吓得转身就逃 但她还不知道 她早就被怪物给盯上 公路上出现一辆燃烧的汽车 她竟然不跑还走了过去 一个男人突然从车里钻了出来 还一边爬一边向她求救 弗雷德后退中突然掉进了地下 一具尸体就躺在她的旁边 而她现在还没有意识到 这里就是她的葬身之地 黑暗中突然传来一声低语 怪物正在向她黄河 现实中的她凭空漂浮了起来 很快就变成了一具尸体 所有的征兆都在表明 霍金斯小镇即将迎来一场 更大的危险